先讲就是一篇 它是将大圆模型与进化算法连接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然后作为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Pump 一个优化器 然后从这四个背景讲 首先是背景方面 然后大圆模型在多种LK上表现出了卓越性能 但是就是为了适应下游任务 传统的微调范式对于大圆来说成本开高 然后连续的提示调优方法 也在保持大圆模型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在输入之前添加一个可训定的提示 Abanding来减小一个巨大的成本 但是这种方法也是依赖于 对于大圆来说模型的一个参数的访问 因为他们需要将连续的Abanding作为一个输入 而且这也会使得他们不适合用通过黑核API 比如说我们用的GPG3或GPG4 这样的访问大圆模型这种情况 然后相反简单的像输入文本中添加一条指令 便可以引导大圆模型执行所需的任务 这样就不会对计算成本产生任何影响 同时也消除了对大圆模型所有参数 或者T度的一个需求 但是这样尽管方便 就是说大圆模型就对某项任务的性能 就会受到这一条提示的一个显著影响 因此该方法的一个关键挑战就在于 就是说这个提示我该怎么去设计 这就是一个提示工程一个关键技术 提示工程就通常设计详细的手工设计 然后考虑到不同模型和论物之间提示广泛差异 提示设计往往需要一个大量的人力或者专业知识 以及一种主观的和相对有限的一个指导方针 然后为了减轻理散提示设计一个能力工作量 以前的方法都是通常依赖于访问大圆模型输出成一个token概率 但是API就是不可访问的最近的一些工作 就是考虑每举多样化的一个提示并选择最佳的一个 或者是修改当前的提示以改进他们 那这种方法要么就是 看的那篇文章就是这个吧 对它就是每举它其实就是多样化 然后让GPG再生成一个 也差不多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选一个最佳的对吧 对 然后这些方法要么就是强调探索多样化的一个不同提示 这可能就会导致犹豫不决或者是一些资源的浪费 或者是关注于开发已经确定好的一个良好提示 但也可能会导致优化的停滞 并将搜索局限于局部自由解 之前的评论文也是讲就是要一个权衡 然后一些传统的独导数算法则 经过良好的设计也权衡了探索与开发 其中进化算法EA就表现的尤为出色 进化算法它简单高效 适用于理散提示的优化 理散提示中的短语序列 可以被视为是典型EA中的一个基因序列 它就是与资产进化的一个过程类似 然后在这篇论文中 就是作者就借鉴了这个进化算法EA的思想 就提出了一个理散提示条约框架 名为EVO Pump 然后虽然说EA的中的进化算子 通常是设计用于处理序列 但它们也倾向于就是独立的改变Token 以生成新的候选解 这种方法就会忽略掉Token之间的联系 这对于说在理散提示中保持一个连贯性和可读性 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就是说 如果去设计这个计算 进化算子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但鉴于就大约模型在NOP方面的专业知识 以及EA在优化方面的卓越能力 作者就将它们两个结合起来 其中大约模型根据就是它一个进化算子 可以去生成一个新的候选提示 而EA就指导优化过程 以保留一个最佳提示 具体就是说就是基于若干的初始提示 然后作者也是用大约模型去 模仿EA中的进化算子 去生成一个候选提示 然后在保留在开发级上测试性能 然后保留性能更好的一个提示 然后就这样迭代操作 那这个跟上面那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这个也是有多个的对吧 一次性会生成多个候选提示对吧 对 应该是基于多个若干个初始提示 然后用大用纳元模型来返合EA的进化 然后选出生成新的候选提示 对它其实后面有两个进化算法 它两个还是不一样 对 OK叫我去看吧 然后首先就是后面就是第二部分 这种模型 为了实践在实践中实现EVO prompt 它需要将其实力化为两个实力化为具体的EA算法 目前有各种类型的进化算法 但是作者就考了两种广泛使用的 第一种就是遗传算法GA 第二种就是差分进化算法DE 首先是它整体框架 进化算法通常就是从N个初始解 就是初始提示开始 然后在当前的解析上使用进化算法 它就用的就是突变跟交叉 来迭代生成新的解 或者我们就是提示 然后并基于一个得分函数来更新解析 然后遵循经典的EVO prompt 也主要包含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就是初始解析 大多数现有的基于提示的方法都忽略了提供了 就是已经先前就提供了高效鲜艳初始化的一些人类知识 因此作者就将一些人工设计的初始 人工设计的提示作为一个初始子析 以利用人类的智慧作为一个鲜艳知识 此外EA也通常会从随机生成的解开始 实现就可以实现一个解析的多样化 从而避免陷入局部最优解 所以说作者还引入了一些由大圆模型自己生成的一个提示 作为初始解析的一部分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进化 在每次迭代中 EVO prompt会使用大圆模型作为进化算子 基于从当前解析中选择的若干个副提示 以生成新的提示 然后为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就是为两种EA都设计了突变和交叉算子的一个步骤 同时还提供了相应的指令 引导大圆模型根据这些步骤去生成新的提示 第三个就是更新 就是说将那些生成的新提示 然后在开发级上去评估它一个性能 然后保留那些性能优越的 就类似于自然界的适者生存 然后这种更新策略都是随EA的类型而异 然后EVO prompt它详细信息 如这个算法一所示 然后就是大概是这个 可以看一下这个算法 这就是一个初始的一个评估分数 就是一些就是那个初始解析的那些提示 它有initial prompt 然后size of population 然后dev set fd denotes the score of the prompt on the desired 就是就是就是衡量了一个分数是吧 predefined number of t 词的那个迭代次数 开for the desired a new prompt new prompt用EVO这个函数是吧 所以函数 先这个先算出分数对吧 对初始解析那些分数 然后就开始迭代了 迭代对 然后首先是选择出就是 我假如说是想选择这些就是最高的鞋 选出一个子集 然后进化就是通过EVO这个算法 对这些上面选择的子集进行一个操作 这么一个算法操作 然后得到一个新的 对新的在这个那个开发级上再进行一个 接到一个分数 对然后就分数就更新到那个 beam是吧 对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算法 ok 嗯 然后后面就是两个具体的就是 第一个首先是ga的实力化 首先就是它因为它是三个步骤 首先就是选择在ga算法中就是遗传算法 在遗传算法中通常是根据适应度值 基于轮盘赌的选择方法选择两个副解 然后类似的作者也使用轮盘赌选择方法 根据在开发级上评估的分数来选择 当前解极中的两个副提示 具体来说就是SI是第二个提示 在开发级上的性能得分 然后共N个提示 那么选择第二个提示作为副提示的概率 就是这么一个概率 就是说你分越高你选中的对选中的 分越高的话写中概率越大 对对就差不多就是选择最好的嘛 对对对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进化 然后根据GA的进化算子 就基于选择的两个副提示 然后根据以下操作 生成一个新的候选提示 第一步就是副提示 经过交叉操作 生成一个新的提示 该提示是有选择的 组合两个副提示的部分成分 就是这边右边这个图 这个第一步 看一下就是这个PAM1 就是它是选出了两个提示 副提示 然后它交叉之后 就得到了下面这个 COS over prompt 它就是将两个句子给融融融合在了一起 看一下 now you are分类分类的 your mission is to a certain a certain sentiment of provide 然后它就说你先分类是吧 a certain sentiment 然后再给个label是吧 再给一个sentiment的label ok它就把两个合并在一起了 对它就上面这个句话就取了your mission is 这个下面它是取了也是取了前半句 对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把两句话都取了一部分 然后融合在了一起 然后第二步就是通过将第一步生成性提示 就是去做一个突变操作 就将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一个随机更改 然后就像这个第二步这里就是把上面的句话就是更改了一下 诶等一下 诶等一下 诶等一下啊 然后它这个更新 讲到这个QA 嗯对 然后它自己更新就是evolpump 就是迭代去生成一个新的候选提示 然后用开发级D去进评估 然后获得一个质量分数 然后将它添加到当前的N个提示子解极当中 然后就去选择最高的N个 然后来跟来选择就是更新后的一个子 然后后面是个DA实力化 首先讲一下DA就是 这个就是差分进化 差分进化中解它是由一个数值向量表示的 然后解极中的每个解 后选解向量都被依次选为G向量X 用于执行突变和交叉操作 而突变是基于从当前解极中随机采样的一个解A 以生成一个突变后的解Y 然后通过从解极中随机选择的两个不同解B和C之间 添加一个经过缩放的一个差值计算来计算这个A 然后就是Y等于A加上FB-C 其中F就是一个缩放系数 然后交叉则是通过G向量X与这个突变解Y 选择向量中的每一个参数来生成一个试验解X一撇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示 然后就是说SR它是一个预先定义的交叉概率 然后RI是一个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然后他说如果Xi要优于X的话 那个X就会被XIT带掉 然后他就通过逐步进化 然后DA就会以一个高质量的解极结束 然后改进版本的DA则会使用当前最佳的一个 最佳解作为一个向量A 这里它一个普通的DA里面它是一个随机采样的 它有些改进版本的话 它会使用最佳解 然后以此再从最佳解容获得一个信息来进行优化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然后就进化它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F乘以B-C 第二部分就Y等于A加上FB-C 第二部分就是X跟Y的一个交叉 然后再基于第一的一个 这个X跟Y的交叉啥意思 你等会就可以看下这个例子 它也就标 它就是遵循三个步骤来设计一个进化方法 以及相应的步骤说明指令 如图右边图画所示 本来第一步就是受到第一中差分限量的启发 作者就考虑仅对当前解极中 随机选择的两个提示的不同部分进行突变 就是这里面的最第一步跟第二步 然后就是说当前解极中的提示会被视为当前最佳提示 然后因此这两个提示在的共享部分 往往对着性能有着一个积极的影响 需要进行保留 它就是这里的它的一个差异部分就是这么 这个可以看出它这个tweet跟the sentence 它是一个对应的差异部分 然后前面这两个是对应差异部分 然后后面它的第二步就是它的一个就是 它就是进行一个突变嘛 就这里 对这里 就是它这个什么基于思想 它也使用当前的最佳提示 通过有选择性的将当前最佳提示的某些部分 这是这里 这一步 就是它自己替换成一个突变成不同的单词 然后它将这一个单词拿到下面这里来 pump3它一般是被认为是一个当前一个最佳的提示 然后这个提示之后 它就会将上面获得的一些那个新的部分 将这些最佳提示中的一些部分替换掉 然后进行一个组合 形成一个新的突变的new prompt 它把tree推词用review改掉是吧 对 give sentence 那sentence review about products the task is to analyze categorized categorized 用这个analyze去换对吧 对 identity 那个identity标红的这是啥呢 那啊 identity 对啊 and identity if i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combine the different paths with prompt 3 slightly replaced with the different paths in step 2 and generate new prompt 它上面有一个prompt了 我现在把它替换掉 对 对 因为上面的几个突变得到的 但问题是这个这个那个prompt3啊 它是从prompt1和prompt2的哪部分你搞过来的呀 啊不是 punt1跟punt2是一个随机选择的 punt3是我当前就当前最佳的 对分数最高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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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prompt1 prompt2里面有哪些东西是different paths 然后用这个different paths来来作为这个randomly mutate 是吧 就是你这个不同的部分用什么地方去替换 嗯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然后他获得这个new prompt之后 然后这进行一个交叉 就是将基本提示中的某些部分替换为这个这个突变提示中的片段的过程 然后这两个操作就可以结合两个不同的提示的特征 创造了它一个更好的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这一步 那个base prompt 你就跟上面这个new prompt进行一个融合 ok 这我先看 然后后面就是更新 然后按照标准的第一算法 当前解决中每个提示pi都会被选择作为一个基本提示 就是说这一base point 就是假如说你解决中有20个提示 那每个20个提示每个都会被依次作为这个基本的提示 然后使用这边这一步生成20个新的pip 然后这一共就会得到40个提示嘛 然后他有4个得分 然后选择一个选择较高的20个得到保留了 然后因此他解决大家表示不便 然后整体的质量也得到提升 再想一下 当前解决的每个提示pi 依次被选择为基本提示 有图画 生成的pip pip 然后就有较高得分的提示 无论是pi还是pip 都得以保留 解决的大小保证不便 等一下 那个fb-cb-c是啥呀 b-c他他这个b-c就是指质量pump e跟pump 他做一个差异嘛 就差异化 对这就是b-c 对f是个缩放 然后a的话呢 就是原本那个最佳的prompt 对吧 prompt3 然后用a就是原本的再加上fb-c 然后就得了new problem 明白明白 对可以 再差一个交叉 交叉crossover 看看啊 交叉什么意思啊 交叉就是将那个解决中的每一个pump 就跟都跟这个新的pump 进行一个交叉融合 啊 ok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融合方式其实就跟刚才第一种算法 是不是很像 啊对融合他基本上很像就是你取一部分 我取一部分 我取一部分是吧 可能都取的是前半部分 看起来像 嗯 他这里这个是群后本分 他就是让gpt自己去搞 嗯好 再往下看 然后后面就是实验 它是实验细节 他在使用gpt3.5 执行计算算子的情况下 作者使用evlpump优化了开源的apaka 7b和b原的gpt3.5 然后选择 然后作者是选择会选择开发集中得分最高的提示 然后在测试集中测试它的分数 然后作者将evlp的方法与下面三种基于提示的方法进行的比较 第一种是语言理解摘要和简化任务的一个手工指令 然后第二个就是收集了各种数据上能够编写的提示的parmular source和自然指令 第三个就是ape 它是通过给定若干输入输出队的队进行的指令归纳 然后对初始提示应用迭代蒙特卡罗搜索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次看的一篇 它就是一个迭代搜索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语言理解 它数据集是包括情感分析这么四个数据集 以及主题分类两个以及主观性分类 这么一个在内的七个数据集上进行实验 以验证evlp 这些数据集我们能用吗 这个数据集看到结果 对 对清华跟微软然后还有个外国的什么大学 反正继续看本看它的结果怎么样 然后结果就是说就表一所事 然后与先前关于就是这个ape这个方法 以及能够编写指令相比 遇到pons就取得显著更好的结果 就是可能就 然后在情感分析分类数据集上 那个GA一串算法要优于差分进化算法 然后在主题分类数据集上GA跟DE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性能 而在主观性分类上第一则要显著优于基益 它性能的准确率优势有差不多9.7% 9.7% 对 在我现在 后面就是一个语言生成的一个任务 然后数据它对于语言生成任务 它主要是在文本摘要和简化论物上评估了EVO prompt 对于摘要论物它所用的数据是个SAMSUM 然后并在APACA 7B和GP3.5上报告了Logia 12L的分数 对于文本简化论物它用的数据就是这个SAT 然后报告了SAI这个分数 然后这是一种在文本编辑论物中广泛使用的基于NGAMMA 这个度量标准 然后实验结果它如表2表3所示可以观察到 在APACA 7B和GP3.5这两种不同尺寸的模型上 EVO prompt的方法都要优于就是人工设计的提示 以及由APE生成了一个提示 然后EVO prompt用这个差分进化的算法在摘要论物上 在摘要论物上要表现要明显要优于 进化 遗传算法 然后在简化任务中它们两者的表现相当 哪里是摘要 左边是摘要 右边是简化 后面就是它一个进化算子的分析 它这里因为它那个遗传算法的进化算子是设计比较简单的 所以这里它作者只关注于研究就是EVO prompt的差异进化这个算法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将进化算子适用于离散提示时 第一它有两个关键设计方面 第一个就是它仅在差异部位上进行突变 第二个就是选择当前最佳的提示Pump3 首先它在差异部位这个突变上进行一个骄龙实验 为了说明仅突变差异部位的优势 作者将图2 也就是前面就是前两个步骤的指令 替代为随机突变提示E跟提示E 就不是在差异部位上进行突变 而是随机突变了 它允许提示E和提示E中的所有内容都可以进行一个突变 然后在表4这边左边这一第一列这边就表示为all 然后EverPunt它仅突变差异部位的原始记录 则在表4这边表示为diff 然后时间结果如下面这个表所示 然后仅对差异部位进行突变的原始设计 它能够带来一个性能上的提升 就是第一行 那为什么整体的回应 因为整体里面有一些部分共同拥有的 其实是个好东西是吧 对他他前面就说 对他前面讲过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都有的话 这部分这个parse其实是 说明这个contribution是有用的 这个差异部分可能会是导致他们的差异 就是就是性能变化的原因 好像前面是有这么一句话是吧 再往下看 后面就是一个提示3的选择 然后在第一中应用第一的算法 一个变题也就是说 从当前解决中选择最佳的提示 作为图2中的提示3 然后作者就通过以下设置 验证这一设计 首先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设计就是说 从当前解决中随机采样提示3 然后那么在表4中它就表示为London 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让基本提示 与突变的不同部位进行交叉 然后这个就是remove掉了它这个第三步骤 也就是说可以看一看就是它这一步 它直接把去掉了 它不跟Pump3进行一个融合 它直接把自己的突变的东西直接跟这个Base Basic Promptive进行融合是吧 对它就消除了对提示3的使用 然后它这个结果就说就是引路了 可以看出就是说引路提示3一个重要性 并且我这个提示3选择为最佳提示的这个性能 比随机采样提示3也更好 是的是的 好了4个点 好 后面就是将GIA算法跟DE算法进行一个比较 就是为了了解两者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选择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SST5 在这个数据上GIA要表现得更好 第二个就是SJ 然后在这个 对第一要表现得更好 然后它在图3中显示的每次迭代中 在开发级上的一个平均分数和最佳分数 我想一下看为什么原因 想看上面的SST5的话是情感数据分类 是吧 嗯 Subject是主观性分类 主观性 嗯 第一的话 第一和GIA的差异在哪里 我想看 它两个差异在哪里 嗯 第一的话就是那个就刚刚讲的 你先找图差异化 插分 然后再 在 你可以看一下 在Different Path 就这个 然后CrossOver 是吧 对 Mutate 对然后再Combine CrossOver 这就找出差异化 G是怎么来的 G是找到Parents 是吧 GIA GIA就比较简单 先融合 然后再对融合 直接把他们融合 融合完之后就CrossOver了 啊 不是先CrossOver 嗯 CrossOver就是在融合 融合完之后就是 把某些词替代掉嘛 就进行个突变 那为什么会有搞出这样的差异呢 为什么这个会在 情感分类上会变好 另外另外一个呢 它在 CrossOver的情感分变好 后面有解释吗 它有没有解释 它有解释 就是说 怎么说 它在SST5数据上 GIA的解析的平均质量 也只要优于第一 并且最佳提示的质量也更好 就是因为GIA的选择 策略造成的 因为它其中得分较高的提示 会更有可能被选择为 新提示的副提示 就是之前那个公式嘛 就分越高 它被选中的概率越大 但是在第一中 它解析中的每个提示 都会被一次选择为基础提示 其实也就是说 它的Pump-E跟Pump-E 其实就是随机选择的 然后因此说 GIA在当前最佳解空间附近 搜索的概率是最高的 从而增加了 在初始手动设计提示之下 相对较高 是能够获得更好的 一个结果的可能性 它意思是怎么说 就是说 像SST5这个数据集 它有些 目前已经有些 提示已经能达到 很好的一个性能了 那我在它这个基础上去 在它的空间附近去搜索的话 那我搜索到一个更高的 一个提示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在SubGIS这个数据集上 它因为它现有的手动提示 性能比较差 然后EvilPod 虽然说能将性能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了25% 但在这个数据上 它GIA其实是限了个局部最优 而第一则成功逃脱出来了 然后并且取得更好成绩 这也就是得益于它一个选择策略 和设计的进化算子 第一它这个就是有更高的概率 能够逃脱逃离这个局部最优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 不太好 但是呢 它因为每个都会循环一遍 那个Prompt1和Prompt2 对吧 然后我就有有有一个机会 能够逃逸这个地方 对 但是如果那个GA呢 可能就在那个最佳附近 波丁最佳吧 反正就在那个附近转悠 对 因为它是每次都是选择最佳的嘛 嗯 所以做这个就建议说 如果这个数据上已经存在 几个高质量提示时 就可以选择使用GA算法 但如果说就是没有什么高质量 质量比较差的话 就可以选择用D D这个算法 嗯 后面就是一个结论了 就是它就是 应对大元模型这个提示的挑战 提出了Evil Pump 它用大元模型作为一个进化算子 然后在初始解析中 优化和离散提示 自动生成和搜索最佳提示 然后 基于作者的研究结果 就是作者认为大元模型 为实现传统算法提供一种有效科 并且可以解释的界面 可以试着与人类的理解和沟通 保持良好的一致性 然后作者发现 正是一个最近一个趋势 就是说 大元模型通过收集 错误的预测样本 也可以在离散空间中 执行所谓的一个梯度下降 然后作者的工作 也就迈出一大步 展现了大元模型 参与各种传统算法的潜力 然后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激发 对大元模型与传统算法 相结合的进步研究 为它的一个新型应用铺平道路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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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年 有机会 对大元模型